乌鸦飘扬过海翻山越岭 终于在一处小镇找到落脚点 他们在搜寻什么呢 茶楼今日推出血腥红茶 各位走过路过别错过 掠杀者正在期待与大家见面 今夜的英伟斯小镇注定被黑暗笼罩 在午夜的钟声敲响之前 地狱的使者将收割此地的罪孽 然而小镇的人们对此一无所持 新警察瑞秋看到床上的羽毛 还以为是噩梦留下的后遗症 她将一切抛至脑后准备去上班 其料她的卧室窗口忽然出现一个神秘的黑影 瑞秋并未发现这一点 她的注意力被之后的奇怪车祸占据 瑞秋分明看到一个神秘人被车撞飞 但她赶到后却发现神秘人不翼而飞 掌杀者凯撒因此否认自己的过错 毕竟没有神秘人就没有犯罪 这种恶劣态度不会得到警局的优待 警长阴沉着脸击中她的腹部 并对凯撒提出特殊要求 这个要求令瑞秋感到奇怪 难道这是警长惩罚犯人的特殊手段吗 相比倒霉的瑞秋 警局的其他同事此刻无比惬意 女同事与有妇之夫的男同事在车内优惠 虽然男同事有妻有子 但这并不妨碍二人为生活添加别样乐趣 瑞秋对同事之间的暗潮浑然不知 他还在公事公办请求对方寻找神秘人 以便及时给凯撒定罪 可警长似乎心不在焉 他全神灌注盯着凯撒 对瑞秋的声音置若罔闻 警长不喜欢瑞秋 他认为这个新警员的耿直正义感 总有一天会给他带来麻烦 所以在看到没有受害者时 警长已经打算只将对方暂时关押 但凯撒顽劣不逊 期间一直试图惹怒瑞秋 因为他瞧不起对方 这个阵子的每个人都知道瑞秋饱受折磨的过往 他们将此当作笑料 每次见面都要狠狠嘲讽瑞秋 这些人也包括瑞秋在警局的同事们 不过凯撒不敢反抗警长 哪怕自己的烟被警长拿走 凯撒都不敢说出抗议的字眼 这令瑞秋感到奇怪 在他看来 警长十分维护凯撒 明知对方是前科累累的惯犯 却不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定罪 警长的维护之心昭然若揭 但凯撒为何会十分恐惧 仿佛与警长待在一起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难道是不喜欢警长的要求吗 想到这里 瑞秋以为自己猜到了真相 毕竟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人确实会认为自己是被羞辱 然而警长却说 那只是对付凯撒这类不良少年的特殊手段 他们刚想通过这个话题深聊 门口却孤人传来声响 原来是同事们找到了神秘人 这人脑袋受伤一言不发 仿佛精神受到过刺激一般 他对警长的询问也毫无反应 只扭过头直直地望着瑞秋 仿佛见到了久别重逢的熟人 这个状态可没法露口供 为此他们必须寻求医生的帮助 才能继续调查车祸案的证据 医生却宣布神秘人身体无恙 只是天生傲慢 才不想搭理警察们 这令确定神秘人信息的事情变得麻烦 因为对方身上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物品 只有一个寄满人名的黑色笔记本有些用处 但笔记本与其说是身份证明 更像是一份名单册 此时神秘人却突然开口说话 这话令医生大惊失色 他认为自己的一切秘密都被面前人知晓 可那些事怎能现在就暴露 恼羞成怒的医生立刻举起剪刀刺向对方 但这里是警局 虽然四个警察面合心不合 但也不会放任暴行在自己面前发生 医生被关押进牢房 神秘人则被警长留下盘问 凯撒对面被关押的暴力男对此幸灾乐祸 他原本因为独自一人被关在这 心中十分郁闷 虽然不久后对面多了个凯撒 但对方是个愚蠢的年轻人 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话题 而一生不一样 暴力男认为 他们是同样的伪君子 平时在社会中伪装成高高在上的精英 此时却双双被关进监狱里 暴力男企图向对方寻求精神共鸣 然而对方一直沉默 凯撒也想掺货间两个成年人之间的斗争 但谁都不想搭理他 甚至对犯人称得上和善的女同事 也凶狠警告凯撒不要再嬉皮笑脸 因为今晚警察们的工作都不如意 女同事希望今晚这桩破事赶紧结束 这样他才能与男同事继续好事 监狱内的明争案都没有影响瑞秋 他仍能信物旁骛地为神秘人录指纹 对方却护人说起怪异的话 并不停伸握手指 而此时监狱内的医生竟与他的动作如出一辙 但瑞秋不知道这些 他已经把神秘人移交给警长 因为这人的指纹信息竟然属于一个死去的老人 这个结果太过诡异令人不敢相信 警长看到指纹报告时 也认为神秘人是在愚弄自己 毕竟在科技时代 任何荒谬的巧合都有可能出现 可对方却不紧不慢地谈起恶人先祖的传说 并声称 他们今晚将遵循某种古老的仪式 为自己的过错赎罪 最后 神秘人靠近警长 低于他身上的气息 已经无法掩盖 这使警长心中骇然 他忽然明白医生的恼羞成怒 因为 面前的神秘人 是他们的同类 神秘人知晓一切 所有犯下恶行的人 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 神秘人如同传说中恶魔的首顶 通晓大地上一切的鲜血与罪孽 这个想法使得警长不寒而地 他从未暴露过自己的秘密 警局的工作也方便他遮掩踪迹 面前这人是如何得知的真相 难道他的身边出现了叛徒 想到这里 警长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历生命令瑞秋将这人关押进监狱后 便回到自己的秘密之地 准备去处理可恶的叛徒 神秘人并不在意自己引起了怎样的纷争 对他而言现在只是开始 瑞秋看到神秘人若无其事的样子 心中十分愧疚 可下一秒 他忽然从对方身后看到幼时的阴影 但等他定睛一看 那些场景又消失不见 仿佛只是瑞秋的错觉 然而女同事的反应证明这不是错觉 这个神秘人确实具有某种奇特的能力 使得每个人看到他时 都会想起自己最恐惧的事情 所以医生会恼羞成怒 警长也方寸大乱 凯撒已经忍不住与神秘人搭话 然而对方只是盯着黑色的羽毛出神 倘若瑞秋在这里 他一定会发现 这羽毛与他今早见到的一模一样 紧盯羽毛的行为代表神秘人在思索 警员们已经到达医生家中 警长也已回到罪孽之源 其余人仍有拯救的余地 然而暴力男突然插话 令他终于定下之后的目标 暴力男却很纳闷 神秘人为何会知道自己的名字 他们又不熟悉 而神秘人只是自顾自阐述暴力男的恶行 他讲述施加在无辜女人身上的拳头与痛苦 讲述因此被剥夺的鲜活生命 正是这些未被惩戒的罪灭 才让他来到这个小镇 暴力男听着神秘人生动的描述 心中恐惧更甚 但他恐惧的是自己无法离开监狱 他的心中仍无任何愧疚之情 神秘人心知结局已定 他点燃火柴 黑色的影子顺应光源前往暴力男身边 然而 瑞秋似有所感般忽然看向监控 一切看起来都并无异常 瑞秋心中总觉得毛骨悚然 他原本正顺着神秘人的笔记本搜索那些人名 其料那些竟都是死人的名字 他觉察到一丝难以言喻的古怪 但他未能深思 下一秒监狱内忽然传出呼救声 等瑞秋赶到时 只看到暴力男满脸鲜血的样子 医生提出自己可以提供帮助 鉴于对方并无前科 瑞秋放任他走出监狱 但瑞秋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放出的 其实是一个沾满自己家人鲜血的恶人 这名道貌黯然的伪君子实行急救 奈何暴力男伤势太重 离天法术 然而在他临死之际 却看向神秘人的方向 表明自己已经知晓神秘人的身份 紧接着 他便彻底失去生命特征 这让凯撒感到恐慌 他看到瑞秋与医生将尸体抬走后 心中也生起一丝交集 这时神秘人忽然表示 凯撒也拥有一个等待收割的灵魂 只不过 他需要先行处理那些罪孽最重的灵魂 而罪孽深重的人家中 总是少不了鲜血与亡灵 寻人启示中的失踪者 一丝不挂躺在床上 看着手舞足蹈的警长 露出温顺的笑容 忽然间 警长脸色大变 取代甜言蜜语的 是一下接一下的拳头 直杂的失踪者血肉模糊 他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做错过什么 生前被无缘无故囚禁 然后被无端暴力致死 死后还要被切割 肢解 面目全非的尸体 还要被包上保鲜膜 在冰箱中放置变形 最后沦落至黑色的塑料袋中 与警长曾经钟爱的处理品 并无二致 警长却只觉得大开人心 在他心中 除掉不忠心的叛徒 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更何况 他还要让其他人封口 根本没时间 去关系死人的想法 另一个最大恶劫的灵魂 是医生 当警察们闯进他的家中 只看到四下阴森无人 待他们摒弃凝神时 房间内却响起 奇怪的滴答声 二人寻声而去 只见上空不停滴落红色的液体 液体的源头 个人是医生妻子凄惨的遗体 他被丈夫劈成两半 高高调弃 他的孩子也无法幸免 沦落到比任何酷刑都残忍的下场 整栋房子宛如人间炼狱 然而 直到二人返回时 这些消息才传到瑞秋耳中 因为他一直处理暴力难的事情 没有时间接通讯息 这也导致瑞秋接到讯息时 恰好与医生待在一起 这个罪大恶极之人面对警察 仍旧态度猖狂 但瑞秋并不畏惧面对杀人凶手 嚣张的态度只会让他反感 使他更坚定与罪恶搏斗的心 这是最令神秘人欣赏的地方 所以他乐意为瑞秋勤凶的过程助力 医生被他轻视的警员押回监狱 神秘人如同早就料到这副场景一般与瑞秋搭讪 但瑞秋并不领情 他认为神秘人又在故弄寻虚 这种引导人们回想噩梦的把戏使他厌烦 瑞秋真情实意诅咒玩弄人心的神秘人下地狱 然而对方却说 所有的恶魔都已经齐聚一堂 听到这话 凯撒再度陷入慌乱 他提醒瑞秋 今晚来到警局的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过错买单 瑞秋的名字也在其中 随着神秘人的口号声响起 回忆席卷瑞秋的大脑 但他不会被打败 年幼的瑞秋好不容易从变态的控制中活下来 他不认为自己做错过什么 人对生的渴望不应成为他们奔赴死的理由 但瑞秋不知道 其他人所犯的罪行足够他们下地狱一百遍 譬如残害家人的医生 仅仅是出于对虚无永恒的追求 便残杀了自己的妻儿 男同事一旦想起那血腥的一幕 就恨不得把医生碎尸万段 因为他俩的孩子是年龄相仿的同学 男同事每每想起自己的儿子 对医生的恨意便更深 可神秘人听完他的坦诚 却冷淡指出男同事的虚伪 神秘人了解他的真实过往 对方满嘴人意道德 却时常与女同事一起折磨无辜的人 两位警察的罪行同样庆竹难输 这座监狱尚有回旋余故的人只有凯撒 虽然他肇事逃逸 但只要他现在反悔 回到原地救下那个车祸受害的女孩 凯撒的灵魂依然可以得到救赎 奈何年轻人油言不尽 他一言不发 把神秘人的劝告当作耳旁风 而未得到宽恕的男同事 已经气冲冲来到医生身边 抓住这个畜生一顿狠揍 男同事在看到朝天的桌角时 脑海中浮现一个好想法 那锋利的桌角多么适合镶嵌进人类的眼睛 而这残忍的一幕 尽数被瑞秋收到眼中 但他紧接着又听到 两位同事竟打算隐瞒这件事 听他们商量时的熟练语气 恐怕不是第一次处理这件事 紧接着他们又威胁瑞秋 如果这个秘密被曝光 瑞秋只有死路一条 但事实上 无论瑞秋如何做 他们都打算杀死瑞秋 因为只有死人才能永远保守秘密 但瑞秋从神秘人口中 才得知危机将近 彼时他正在听从凯撒的坦白 年轻人终于承认自己肇事逃逸 但受害者不是神秘人 而是另外一个陌生女孩 可惜他坦白的太晚 女孩在两分钟前已经去世 凯撒的灵魂注定坠入地狱 瑞秋对神秘人的装腔做事感到厌烦 此时 他已经意识到神秘人的真实身份 但他不愿承认 因为对方见证过他最落魄的样子 瑞秋不想与神秘人有所牵连 他宁可去听两位同事商量阴谋诡计 然而警长的话打断一切 女同事嘲笑的老古董绰号也被对方听到 这令三名警察的气氛 立刻变得剑拔弩张 瑞秋不了解警长的扭曲与变态 但女同事很了解 一旦对方赶来 他们三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除掉瑞秋 以防这张该死的嘴 又说出什么火上浇油的话 但为时已晚 警长已经持枪赶来 他的身上缠绕燃血的荆棘 犹如传说中堕入地狱的撒旦 只听砰的一声枪响 男同事被一枪爆头 两个女人被吓得慌忙逃窜 警长送读的宗教经文如同夺命的咒语 瑞秋与女同事平时再怎么不和 此事也不得不共同对敌 他们藏到门后 以为可以获得暂时的庇护 奇料警长竟找到破门锥 他们不得不逃进监狱 让监狱的铁门充当最后的保险栓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只要警长拥有破门锥 他就随时可能冲进来杀了在场的所有人 瑞秋并不打算坐以待毙 他询问神秘人逃生的方法 却只得到模棱两可的答案 神明的威能必有大地 神秘人所能做的事情有限 而今晚发生的一切 都只是人类的以心作祟 他们问心有愧因此互相残杀 恶魔的挑唆 不过是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这些人罪该万死 他们或许能够得到神明的宽恕 但此时此刻 来到此地的是神明的反抗者 是地狱的统帅 他不会宽恕任何有罪的灵魂 只会宣判他们得到惩罚 所以 神秘人无法为瑞秋提供帮助 不过 这不妨碍神秘人对他青睐有加 毕竟 在这座塞满罪人的监狱 只有他们二人还在坚持惩罚罪恶的正义 可瑞秋没空理会神秘人的长天大恩 他看到警长轻道燃油包围警局 只需一个微不足道的火苗 所有人都将葬身火害 午夜的钟声即将响起 审判已经进行到末尾 最可恶的罪人却仍存活 笑看其他人抱头鼠窜 然而 静等结局从来不是瑞秋的性格 他只会靠自己的能力寻求解决方案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 所以 他不会接受神秘人的诱惑 六年逃亡时没有接受 现在可不会接受 命运由瑞秋自己决定 他放出凯撒 打破水管 利用被浸透的纺织品带领其他人一起离开 经长是丧失理智的恶魔又如何 他单打独斗 能力终究有限 可惜瑞秋判断失误 警长正因丧失理智而肆无忌惮 他的脑海中唯有理性与算计 只剩最本能的厮杀与折磨 女同事率先成为警长的手下亡魂 他在逃走时 无意间被玻璃刺穿喉咙 而警长又推波助澜 让伤口被穿透的更彻底 血从他身体中滴落的声音 犹如警长的胜利赞歌 助力对方在火海中英勇厮杀 手无寸铁的凯撒 自然不是警长的对手 只听刷铁星嗡嗡作响 煞时间凯撒的脸 便成为血肉模糊的一坛腐肉 瑞秋无暇为他人的死哀悼 因为警长的枪口已经对准他 一番丰盛的杀戮 使警长得意忘形 他如同披着人皮的恶魔 在火海中肆意妄为 仅靠杀戮的本性在行动 否则 他也不会做出填铁门的恶心事 不过 警长的狂妄对瑞秋而言是件好事 他不必担心多余的伎俩 甚至可以反过来算计对方 果然 看到瑞秋扔出邮箱 警长不假思索便开枪射穿这东西 爆炸声瞬间响起 火焰在警长身上再歌再舞 警长的身体被炙烤到焦黑 却仍在送足魔鬼的事迹 但魔鬼不会来拯救他 只用愤怒的瑞秋来到他面前 用破门锥狠狠砸向他的脑袋 一切尘埃落定 而午夜也宣告降临 偷星者横尸 伪君子惨死 单小的年轻人白白浪费生还的机会 最大恶极之人的哀嚎 成为伪业终生的和声 神秘人逐一划去黑色笔记本上的名字 为自己的惩罚画上最完美的句号 但来自地狱的魔鬼也有私心 他为瑞秋冷酷无情的报复倾心 撑腰对方成为他最忠实的同盟 而对罪恶不留情面的惩罚 听起来如此动人 令瑞秋终于忍不住回应魔鬼的诱惑 以焚收一切的地狱之谷作为见证 他们用稳宣告盟约的态势 全篇完 影片《掠杀者》讲述了新人警官瑞秋 被迫卷入魔鬼撒旦的灵魂收割计划 所有的恶人都受到惩罚 只有坚信正义的瑞秋 被撒旦邀请成为同盟的故事 影片属于宗教性质的恐怖片 但片中的魔鬼不再属于邪恶的化身 而是变成恶行的见证者 他无法忍受世道的不公 因此会向恶人施加惩罚 相比撒旦操纵众人自相残杀的手段 医生及警长所犯下的恶行更为恐怖 不过撒旦当年是对瑞秋一见钟情吗 所以瑞秋才成为死亡名单中的例外 这算不算一种魔鬼的独特浪漫呢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青留言分享哦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出门前不要忘记留下我的茶欠 各位的点赞分享和评论 才会让小青有更多的动力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